德国媒体把权写成了差 遭到了中方媒体的一片嘲笑 但其实这个低级的错误呢也不奇怪 因为的确现在呢就有一些人啊 经常明明对中国一无所知 却煞有其事的对中国进行着无中生有的指责 至于说到战狼外交 我很想问问那些指责中国搞战狼外交的人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迪斯尼的一个动画片 狮子王 不知道他们怎么评价星巴 那个可爱的小狮子 在各种怀疑责难打击当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星巴 我小的时候在中国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 他的主题歌里头呢有这么一句歌词 我想这个电视剧应该叫霍元甲 他有一句歌词写道 因为畏缩于忍让 人家娇气日盛 从根本上讲 关于战狼外交的非议 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 是一些人给中国量身定做的一个话语陷阱 本质就是这些人 他们做惯了教师爷 习惯了遗旨气势 不习惯有人反驳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通过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 威胁和讹诈中方 让中方放弃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 大家好 最近特别忙 没有时间做这视频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给大家说一段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现在外交形象非常差 就是因为他搞战狼外交 在国际社会当中 他这个形象大跌 有的网友 他就是细数了 中共今年以来在外交上的失败 就算一个总结 结果一总结出来之后 号里给封了 这个网友他叫什么 他叫麦瓜的小毛驴 他是在微博上写的 他就是写什么 就是简单回顾一下 今年的外交主要成绩 一共写了七条 我给大家念一念 当然这帖子也没了 现在这个号也都没了 封号了 第一个 春天的时候和欧盟吵架 把谈了七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给炒崩了 用大V的话说 这是欧洲的一大损失 这是带有反讽 有点讽刺他们那帮大V 他们这帮大V 都是骂共产党支持那个喉舌 对不对 第二 美国把制裁黑名单 由原来的十多家扩展成59家 三家电信公司被强制从美国退市 中电被强制退出电信服务 这个事大V们没深说 只简单的强调了一句 美国霸权 他反正对这大V也没什么好印象 我对这些大V也没什么好印象 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大V都是政府的喉舌 就是在微博上 搞这浑水 嚼屎棍 他们就干这个 美国加强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审核 导致大部分留学生 那就是留学受限 还限制党员干部和家属签证 这个事外交部最重视 一连谴责了很久 最后还和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吵了起来 这就是前一段布林肯和王毅 他们就说 在那个谈判的时候 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讲 就是说双方就代表交换意见 非常坦率 换句话就吵起来 就是美国治你中国就是什么 制裁你这个党员干部还有家属的一个签证 这个是治到点子上了 这个外交部最重视 为什么 你都得琢磨琢磨 你拿得着签证 拿不着签证 反正以后你在本土待着去 你女儿可以在国外上学 对不对 第四一条 英国 他写的括号 就是具体记不清了 终止了对我国的捐助 这件事让广大网民开始注意 原来美加日澳 以及欧洲驻国 对我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捐款 多达几千亿美金 只是媒体通常只报道 我们对亚非拉兄弟的捐款一举 没有报道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恩惠 我知道 日本以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一直捐助中国每年好像几亿美金 我记得好像以前 就中国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 英国也就是也是捐助 中国媒体从来不报道 中国媒体从来都是报道 我们就又向亚非拉兄弟 然后捐捐 就是捐助 你比如说在哪建个铁路 然后捐什么的 就是帮助 原建项目 主要是干这个 那么第五 受购意大利著名半导体公司 被意大利政府叫停 收购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公司 被乌克兰政府冻结了股份 强行终止 某国有媒体机构 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被吊销执照 具体原因不方便说 这三件事居然没有听外交部和媒体 及大V的谴责 你谴责什么 你没有办法可谴责 你是在别人的国家上 你跟别人做生意 别国的政府有权 我把这笔生意 我叫停 或者把这个协议叫停 你谴责 你谴责有什么用 没有任何用处 吊销你知道什么 吊销你在英国 你新华社在英国 这些分支机构 这是人家国家的主权 人家有资格在自己的国家上 行使自己国家的主权 你有什么可逼一逼的 所以你外交部还有所谓的那些媒体大V 你谴责什么 谴责你谴责顶个屌用 对不对 第六 和澳大利亚炒饭店 抵制澳洲葡萄酒和煤 后果大家也都看到 后来的煤是从哪买的 我也不好意思提了 挺曲折 挺尴尬的 他提的这点 其实就是以前的 就是10月份那个拉闸现电 对不对 你抵制澳洲煤 澳洲煤 你现在洞里煤 没有了 你不到最后 你不还是从澳洲得买吗 所谓挺曲折 挺尴尬的 你不从澳洲直接进口 你把船开到越南 然后打上 这是从越南进口的文件 对不对 然后你对外宣称 我这煤不是从澳大利亚进来 我是从越南进来 打种脸冲炮 自己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自欺欺人 打断了 就打掉了牙子 往肚子里咽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干的事 让越南当中再扒一层皮下去 美其名曰 我从越南进口 越南他妈产了呀 这个第七 秋末 就是欧盟32国取消了我国 对我国的最惠国待遇 截至目前40个最惠国 只剩下三个 其中一个就是经常被我们骂的澳大利亚 当然也有不少正面成绩 比如赢回华为孟女士 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 其中一个就是塔利班 句句都是讽刺你中国政府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欧洲议会 今年5月20号的时候 就是以599票赞成 30票反对 58票弃权 就是极其悬殊比例 冻结了欧中投资协议 你如果就是重启这个协议的话 前提是什么 就是中共取消对欧洲议员的制裁 这一个协议就是一取消 欧中就是投资协议一取消 所以你他让就是就是中共政府 他北京政府 就是他特别愤怒 但是他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 就是无计可施 他特别难看 他现在中国在就是在国际形象之所以差 就是因为他现在是这些战狼外交 还有战狼外交政策 还有这些战狼外交官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说你中国就是几个月以前 还在欧中峰会 就是达成协议的时候 他们谈的时候 还就是其乐融融 气氛比较融洽的 你现在就是5月20号的时候 就啪一下 就是这么极其悬殊的一个比例 就把这个欧中投资协议就给你否了 你现在还你不反思 你不仅不反思 而且还是由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 这个发言人赵立坚 他指责欧盟制裁 就是中欧 因为就是欧盟制裁 而导致中欧关系紧张 而出现困难 责任不在中方 反正责任都不在中方 希望欧方认真反思 这个就是赵立坚的原话 在人家欧盟看来 你这话正是用在你中国共产党 还有用在你北京上面 就是最恰的 网友其实刚才就是这个 麦瓜的小毛驴 他列出来第二条第三条 都是跟美国有关 就是制裁你 对吧 让你这个三大电信行业 就是从美国纽约证交所 就让你下市 就算了 还有干嘛 就是制裁你中国共产党 还有中国共产党家属的签证 包括那些留学生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就是最近中国外交 就所谓战狼外交的成果 对吧 大家都是前一段 我也讲过 瑞典 那个就是中国驻瑞典的大使 硬生生 就是让人家瑞典人给你轰走 从他被轰走 八月份九月份被轰走以后 一直到年底 中国现在还没有派驻任何大使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 在中国在瑞典 是没有任何大使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大使 姓贵的那个大使 在这个瑞典 大肆奉行 就是说战狼外交 他不仅就是对这个媒体凶 他还让这就是瑞典的媒体 就说禁言 你不用再说了 让瑞典的媒体闭嘴 你想一想 人家瑞典 他这个国家会就吃你这一套吗 瑞典的议会 就是集体 那么甭管是在野党 就是执政党 反对党 就是集体 就是投票 把你这个瑞典大使 就相当于 那么半驱逐出境 就这个意思 你给你 你走吧 我们瑞典人不欢迎你 这个中国大使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你想像瑞典 瑞士 这么平和的国家 对你现在中国意见都这么大 可想而知 中国现在就是 他这个战狼外交 到底恶劣到什么程度 中国在英国方面 同样 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中国就是新华社 在英国分支机构 它不是就是执照被吊销了吗 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新华社 它受控于中国共产党 在英国就是规定 广播执照持有者 必须拥有对其内容的 就是编辑责任权 而不得受政治机构控制 这就之所以 为什么英国给你新华社 吊销这个 吊销这个执照的原因之一 还是新华社 是CCTV 甚至央视 而且英国还终止了 就是向中国这个捐款 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美国加拿大 日本澳洲 还有欧洲各国 这么多年来 数十年来 向中国捐赠了几千亿美金 但是中共的媒体 从来不提西方所给予的恩惠 还有就是最近 中国跟澳大利亚之所以关系紧张 原因是什么 就是澳大利亚 就是坚持一定要追溯中共 中共病毒 就是这个源头 就是因为澳大利亚 就是咬着这个溯源 病毒溯源不放 所以呢 就是说中国一定要对澳大利亚制裁 包括停止进口 就是对方的这个红酒 还有这个煤炭 结果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中国他一定要拉闸限电 但是你 你又不能不烧这个澳洲的这个煤 所以你不得不就绕道 花的高价 从别国进口的澳大利亚煤 不仅仅是船经过越南 停一下 停个两三天 让越南拔一层皮 然后再拉到中国来 还有从其他的地方 也是一样 让别的国家 就拔一层皮 每期明月 我从其他国家进 实际上 那个煤 还是本身 就还是澳大利亚的煤 那么大家也都听到我以前那个视频 就是也就是从12月1号开始 就是欧盟还有英国和加拿大32个国家取消中国 就是普惠制的这个关税优惠待遇 这就意味着就是中国制造这个就是货品 就是销售相关国家的时候 你就没有优惠了 你还你又回到以前 你一定要付这个高额关税 优惠不仅没有了 得回到回到以前那个高额关税 大家可以参看 就是我以前就是做过那个视频 32个国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普惠制那个关税 大家现在还有现在国内的网友 他现在还不明白 就是取消的普惠制关税的优惠待遇 意味着对中国到底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下面还有人竟然 有些小粉红还竟然留言 现在说现在中国已经强大了 不需要你们什么那个最惠国的这个待遇 或者普惠制这种关税优惠了 好你们你觉得不需要就不需要 你愿意被争这高额关税 你就被争这高额关税啊 大家看到就是最后这个这个网友 还调侃了一下啊 有不少正面成绩 比如赢回了华为的孟女士 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 其中一个就是塔利班 我跟大家讲啊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现在共产党呢 就对内不讲理 你现在导致他就是对外不讲理 也就是所谓的战狼 战狼外交 你对内专制啊 你必然也衍生就是对外大权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共产党对内镇压 镇压的有多力 大家看一看 所以说几句真话 把你号给你封了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叫对内镇压 老百姓上访 上访怎么样呢 对不对 马上给你就是就地为稳 你对内镇压 你必然就是对外 也就是威胁 恐吓 还是那句老话 这个是中国跟中国人民 就是应该是一体的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这个是应该分开的 中国人民不是威胁 中国共产党它是威胁 中国人民还有世界 就是大多数的人民 都是面临着共同这个威胁 这个威胁是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好 这段我们咱先说到这 我等有时间 咱们再慢慢说 好 这段先到这